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花联县政府11月份顺序典礼在2号举行 县长徐政卫亲自主持 同时表扬了两位业务达人 三组圆梦团队 还有108年推动社区治安工作 贫贱及优治安社区有四组 县长徐政卫提到说 11月份工作繁忙 很多业务都要结案了 而最近县政府也努力争取前瞻计划 希望可以共同打造幸福花联愿景 花联县政府2号早上8点半 在县府前广场 就行11月升旗典礼 有限的协助为亲自主持 现在表示 花联拥有多元的族群文化 有着大山大海的壮阔 并且要向山海致敬 永存前面的心 他也提到文化因为差异 而碰撞激发中不同的火花 文化能够共存共荣 弥补珍贵 也得来不亦不妨趁着假期 走出会让自己与土地产生连结 激发对于乡土的热情 现在许中也急急到上周 建府办理南岸瀑布建筑活动 他特别定立同盟 虽然工作繁忙 人都要出去走出会 放松心情 11月工作会比较繁忙 尤其是开议期间 但是工作依然工作量不减 尤其是我们要开始送前瞻建设的预算 另外建设的计划 另外在这里 曾蔚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局处首长 以及所有的花林县政府团队 因为有大家不断的在我们基础的文件当中 不断的往上跌审 更谢谢我们所有的血情名利 在每一次代表花林县政府 在内政部或者环保署 或者是中央各部会 争取各项荣誉的时候 总是为花林争光 礼拜六谢谢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到南安瀑布布来走我们的践行 花林县第一次到我们的南安 看到了瓦拉米步道 瓦拉米步道 走到我们的这个步道口 当然那里有我们一个 拉咕拉咕西的计划 再到历史现场的计划 让我们布农主回家 现在许仲宇邀请全国最喜欢花林的好朋友来到花林 看见花林享受花林 进而爱上花林 接下来更迎接太平洋观光系列活动 以及12月欢乐夜旦城 让不一样的幸福花林城迎接各位的到来 现在许仲宇公开表扬 幸福业务达人和园盟团队 来感谢基层同伦们的辛劳 同时也表扬108年 推动社区治安工作凭建基优治安社区 由吉安乡以昌社区 花林市民营社区 玻璃乡竹田社区 玉璃镇启蒙社区 为社区安全工作尽心尽力 发挥邻里守望相处的精神 为谨情名利协情最佳的典范 记得请观看 欢迎观看